在王者荣耀 很多英雄都是有不同的打法的 例如将紫牙可以打中单和辅助 公本 杨茧可以打野和走边路 那么有没有哪个英雄是五个位置都能打的呢 答案是有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有的玩家提出说程咬金可以打五个位置 程咬金一般来说可以走上下两条边 也可以走上下两条边 可以带程介打野 甚至KPL上也出现过程咬金走中路 这样一来程咬金可以打四个位置 但程咬金打不了辅助 因为他没有稳定控制 也没有给队友的增益效果 所以程咬金并不是能打五个位置的那个英雄 也有玩家提名敏玥 敏玥作为法坦曾经是中路一霸 后来因为带线能力枪 现在更多出现在边路 以前的版本没有敏玥打野的套路 但是和程咬金一样 却把稳定控制的敏玥打不了辅助位 那么究竟哪个英雄才能打五个位置呢 那就是亚瑟了 亚瑟是个全能英雄 更是个全能英雄 不管是在低端局还是高端局 都能看到亚瑟的身影 甚至还出现过在PPL的赛场上 有人说亚瑟不能走中单位 那就错了 因为亚瑟的一技能有沉默效果 可以制大多数的中单法师 更是专制那些花里胡哨的英雄 而且亚瑟的大招还带有法术伤害 亚瑟的被动有着不错的回复能力 所以亚瑟也可以作为一个坦克英雄玩 最终的亚瑟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只要不被秒 放了一番 血量又满了 亚瑟的一技能在后CCB一段 更有亚瑟沉默的效果 所以也可以作为一个战士刺客英雄来玩 全输出桩的亚瑟 更是依靠直接秒却皮 这支逃跑能力有极强 在F16赛季亚瑟是真正意义上的版本日子 操作简单 无脑粗暴 不管是走哪条路都能胜任 是新手玩家的上分首选英雄 大家对亚瑟能往五个位置有其他看法吗 快在留言区讨论讨论吧